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我们值班医师是圣诞科江首山医师 大家好 欢迎我们值班老师 山耀宏博博士 大家好 最近天气突然变冷了 但是百货公司的人潮不断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百货公司都在举行周年庆 结果没想到媒体公布出来 说周年庆最受欢迎的东西是什么呢 卖得最好竟然是个人化的保温瓶 就是我们面前这些的 因为现在大家不带少子化 单身贵族也很多 然后大家上班也都是一个人 所以这些随身瓶 保温瓶 还有这个叫做什么闷烧杯 闷烧杯的 都特别的热卖 真的是商品第一名 那么这些闷烧杯 其实平常大家都拿来装什么呢 其实我好像什么都装过 什么都装过 我好像装过咖啡 我也装过牛奶 然后装过中药也装过 好像什么一些褂蜜蜂蜴吸水 那你错了 只要是议题我都装过 你刚刚讲的东西似乎都不能装在这里面 是这样吗 对啊 等下我们要告诉观众朋友 不是什么都把它往里面装就行的 真的 宝宝会因为酸或是什么的因素 释出一些有毒的物质 例如重金属等等 就把它释出来了 当然这些保温瓶 保温杯 究竟它的材质是什么 真的是矽胶吗 最主要是不锈钢 那不锈钢安全吗 会不会有很多大陆的制品 用二字头的不锈钢 来混冲三字头 大家都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看了现场所有这些杯子 没有任何一个杯子告诉我们 它们是什么材料 对 也不会写清楚 到底是记号的 没有写三级 三级的都没有 就算有那说明书 大家也都绑在上面都丢掉了 所以都搞不清楚 那另外天气冷了呢 我们节目当中 后面会介绍五个加味水告诉大家 冬天可以喝的加味水 对 有的还可以防感冒 对 好 我们先请江医师来告诉我们 在这个小小的保温瓶里面 其实学问很多 它里面包括了有内胆 还有密封条 还有中酸 还有瓶身 我们知道大部分这个瓶身 大概是不锈钢 那么另外有 PP的成分就是那个杯盖子 不是细胶 细胶就是外面那一圈 那个里面那一圈 跟水接触的 防漏的那个软垫 主要是这个三大部分 这是有安全上面的问题吗 没错 第一个 大部分的保温瓶本身 台湾已经不流行 用那个水银涂在里面 那个保温瓶 已经不流行 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那些 因为那个容易碎 所以它也有风险的材质 因为是水银 现在他们都是用不锈钢做的 不过问题就来了 不锈钢本身 它并不是每一种都可以耐腐蚀 真的 尤其像晶晶那样子 它动不动 把什么东西再加进去的时候 那你这个材质就很重要 容易腐蚀 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是二开的不锈钢 我们连装水都不太建议 连装水都不行 因为它装热水 还是会有一定的溶出 像门这些东西 对啊 因为二开的不锈钢是结构钢 它本来就不是当作石 它是结构钢 就是建材的 对啊 就是做铁门的啦 铁门铁窗的喔 对喔 这样子喔 那你把它拿来放在石器里面 你很容易会因为接触到溶剂 像水 油 热的东西等等的溶出 风险大增 所以事实上是不好的 风险增加 那至少要有304或316的不锈钢 还有或316是不是 对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是吗 注意一下 那我们看过有一些不锈钢 它甚至在不锈钢内层 再加上所谓的所谓的佛层 就是其实是铁芙笼 哦 铁芙笼 一个灰色的内层 有 内胆有 那我们在那个热水器 就是那个保温瓶大一点的 里面的 有了 就有了 那这个目的其实是防止水垢啦 防止你的茶垢啦 让你好清洗 对 因为其实不锈钢本身 还是会沾这些东西啦 那你如果加上这个所谓的 佛层的这个加工 日本的都说佛层加工啦 事实上它就是所谓的铁芙笼 那加上它之后的确好处理 那OK吗 我个人会觉得啦 因为保温瓶 很难得把它加热超过100度 因为你永远拿来加热的东西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使用是少数的 通常在100度以下 对 以下了 我们也知道说铁芙笼 在加热的过程中那个佛层上跑出来 对 那对大家都有伤害 因为保温瓶不加热 所以我是觉得还好 那大家不要看到所有的胶都很害怕啦 因为矽胶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安定 而且无害的东西 它是矽的氧化物啦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象说 它是从石头做出来的 那我们的这个矽胶呢 通常就存在在哪里呢 其实大家知道像这个 对 这个软软的 这个软软的这一圈是矽胶 那这个硬硬的壳子 那个不是 那是PP 那是PP 其实也有跟水面接触对不对 对 那大家怕的是这个 对 其实我会建议如果大家买 买那个矽胶是整个下面封住的 封住 有这样子的 也有 有整个面都封住的 整片 就没有PP 对 就看不到PP 那这样比较安全 那比较好 它就是做结构就变成一个盖子 盖在下面 有的 好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 对 像这样子就已经跟水接触到 对 这个就是矽胶了 对 怪不得有的厂商要再做一个这个 对 我们想说这么多零件清洗好麻烦 没有 它就是把PP跟这个水 这个水再隔绝 隔开 加了一层这个 是 所以我们买这种安全性 可能就更高一些 更高 是 了解了 因为其实大家说PP耐热耐热 事实上很多PP 还是会释放一定量的 塑化剂出来 不过大家最担心的还是究竟它 会不会有重金属的释出 来 我们请这个 江医师继续来告诉我们 其实萧机会有检验过市售的保温瓶 你看林林总总 哇 检验了非常多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还真的有发现塑化剂跟铅隔 因为尽管大家都是用PP 对不对 但是经过这个保温实力的测试等等 PP有一些东西 塑化剂还真的就融在水里面了 对 那另外其中有两个 大家仔细看 某某牌的真空保温随形杯 还有某某牌的真空杯等等 看真的有释出千个在水里面 然后它的保温效力 你看都比较差 只有一个圈两个圈而已 价钱多少 还真的都两百多 其实这个问题我认为出在哪里你知道吗 出在回收 回收 因为其实PP是可回收的塑胶材料 那我们分类回收 可是分类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分类的欧巴桑 其实它有时候有困难 你搞不清楚啊 所以可能用到回收PP再制 对 回收的过程中你要知道 其实很多塑胶材料在 第一个用途的时候 它可能就上颜料 那颜料常见的千格 是不是很常见的颜料 那你把这个东西 回收进来 如果你没有一些工序把它去掉的话 等一下你再做出新的PP出来的时候 它就在里面 它还在里面 对 它就在里面 然后再跟热水接触 就很容易发生问题 对 同时呢 为什么会释出塑化剂 对 我认为这也是 沾染到回收物质的PP系 再来讲PP这个硬塑胶 其实它根本不需要加塑化剂软化它 对 我们知道塑化剂是要让塑胶互相滑动用的 所以它让塑胶软化的 它是硬的嘛 可是问题是说坦白讲真的 回收PVC常常混进来 回收混进来 所以你看 它这个不及格率很高耶 15个里面14个 15个14个 含有这个所谓的塑化剂 对 不是少数喔 是15个里面的14个 所以我们喝这个保温瓶的水啊 我们90的 会把塑化剂喝进去 会 尤其是你万一装油的东西 装热水 或质放时间久 或你放在车子里面 给那个车子自然加温 这个东西都会增加塑化剂的容出量 好 事情要补充 其实他们当时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 曾经那个 因为消息会做之后 然后就说 怎么会多数的杯益盖都会容出这个塑化剂 那究竟这样 有没有符合所谓的食品容器的安全的标准呢 就那个时候的食药署就会说 问题是一般人照道理 因为他们的想法很单纯 他们觉得正常使用像 那个水应该不会去碰到杯盖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当时食品容器 其实只要容器合格 其实很足够 没有杯盖 照道理它不会碰到杯盖 它说食物不会碰到的这个容器的部分 到底要不要算是食品容器的一部分呢 所以当时曾经有这种想法 可是我觉得 他们没有仔细去看民众怎么用保温杯 因为我们密闭之后 我们可能会躺太躺太 它是一定会接触到的 所以照道理 只要接触得到食物的部分 他都应该用这个标准去测 可是他们当年真的曾经一度很天真 觉得不会碰到 那我们请这个药宽博士来教我们做一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刚才有 这个差一点的二字头的 也有好一点的三字头的 那我们就很怕说那便宜货 我们常常也会用 或者很多人送我们的 有时候也是一些两三百的人 两三百块钱的嘛 尤其正品啊 把握公司正品都是最便宜的 对 比较不好的刚才就跑进来了 我们还在那边使用 那我们用盐酸可以做测试是不是 可以是 刚刚补充一下 江一是提到的 PP 因为不锈钢里面 当然材质好坏 价格差很多吧 对 因为有二字头的三字头 等一下我们跟各位介绍 但是这个杯盖里面的PP 如果你说我这里面真的很好 我这个是304的啦 316很不错 但是用太久还是要淘汰 因为上面的PP塑胶 要淘汰 对 因为PP塑胶它还是塑胶 虽然它可以耐温到130 但它会老化 这个部分跟这个部分 对 它还是会老化 多久算太久 如果你看 发现已经变黄了 脏脏了 就表示时间很久了 那是整瓶都要换掉啊 还是只换盖子就好 对 如果你只可以换零件 换盖子 那盖子好吗 有更换盖子的 对 也有更换里面的 这个一个 两个 一个 两个零件的都有 因为不锈钢 如果好的不锈钢 OK 可以用很久 那没问题的 但是呢 它会老化的塑胶 因为这样长期使用的话 对 因为很热嘛 长期使用嘛 PP塑胶 聚比锡 它还是会释放出单体出来 所以它会老化 然后如果变黄 如果不放心 要整瓶换掉也可以 因为还算千元以下的产品 还算便宜 对 没错 那刚刚书已经提到的 它的比较贵 我的比较便宜 差别在哪里 钢材问题 刚刚一直提到的 如果你做铁门 做琉璃台 那个叫二字头就可以了 201 202 因为为什么东西呢 里面的那个成分不太一样 一样都是铁 但是有的铁是不锈钢 合金的 里面还有这个个 镊 蒙 之前不是台北市的便当吗 送出蒙 蒙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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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那个就二字头的 201 202 也可以用什么 刚刚等一下我们可以用盐酸 盐酸 就家里的洗厕所 不过这小朋友不要去模仿 为大人做就好了 就家里洗厕所的人有盐酸 那个盐酸呢 有很多人说 家里厨房不是很多垢 那厨房 琉璃台 来用盐酸 一洗 整个琉璃台 别被黑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琉璃台的肛 不是304的 二字头的 全变黑 那只要我们用这个洗厕所的盐酸 那么滴管我们把它吸一些 放进来 如果变黑的 表示它就不是304的 不是304的 变黑表示不是304 就比较不好 对 获得316 就是它不是三字头的 不是三字头的 对 一定是二字头 那就是二字头的 对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吸管 吸一点起来 就把它滴到上面 看看它会变黑 如果不变黑的就可以 如果会变黑的 那就不行 这个没有变黑 那就这个就OK 可以的 这个是OK的 对 好 那这个应该是没问题 没有变黑对不对 对 它在耐酸减 这个盐酸 好 所以这个OK的 那这个吸铁的话 它能吸 所以外面可能 它可能 因为它比较厚 外面的有可能就是比较擦的缸 擦的缸 里面比较好缸 所以它这样也节省成本 如果全部用好的缸 那我们做了盐酸 这个实验 这杯还能用吗 可以用 洗干净就可以了 没问题 对 好 所以这个是合格 合格的 再来这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拿的 比较脏的 观众朋友在里面看这个内胆 这边的 这边 应该是比别的要黑多了 对 对 黑了一片 所以用这个方法是可以检验出来的 如果没有变这个颜色的OK 那我觉得OK 它可能是三字头的 起码它不会有这个 变黑的情形 就是安全 那我们担心的这个杯盖的问题 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做检验呢 刚刚一直提到的 杯盖不是有分几个吗 它除了内胆之外呢 又有PP的塑胶 里面有内秤 内秤虽然是矽胶 矽胶是二氧化系的聚合物 很安全 耐滴溫可以耐到-40度C 一直到高温230度C 都比PP高 但是问题是有很多是假的矽胶 甚至呢 假矽胶 对 甚至呢 其实矽胶我不建议它染色 最好是白矽胶 最好 染色矽胶呢 怕说它有颜色嘛 颜色的话 虽然它耐高温 但颜色会溶解出来 因为矽胶它有毛细孔 它有毛细孔 所以矽胶会吸附油脂也好 既然会吸附油脂 那矽胶就会释放出颜色出来 矽胶本来的颜色是这样半透明还是 半透明的 像这样子最好 一等级要看 如果是纯透明的 都没有任何的 这个等级最高 就矽胶 那么这个赤脂 那么如果更杂质的 就把它染色 对 这个是染色的 这个也黑色 对 因为它怕说这颜色 这个不纯的话不好看嘛 所以如果不白的话 肯定把它染成深一点 所以通常来讲 最好的就纯白的 接着就灰的 那么等级比较差的 就把它染成有颜色的 但是呢 我不建议用有颜色 因为我先生说 对 有颜色怕说它的毛细孔 会吸收油脂 通常我们装油的东西 然后就释放出色素出来 就比较不好 那么白色也要注意 通常白色呢 我们觉得用久了会脏脏 不好看嘛 像这个样子 真的 都会不好看 对 但是有的 有的都不会颜色 它不会变 它很白 对 那为什么呢 厂商就想到 那么让它鲜艳一点 就加所谓的荧光剂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一个 怕加荧光 荧光的检测器 通常荧光检测器 你最常见到的就是 那个纸 没有荧光 像这个纸你看 它有荧光的话 马上的荧光反应 蓝光出来 蠻多的 那我们来看检测 这几个 这有三个 然后白色来检测 白色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它的边边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点 对 所以这个有加荧光 你看这个 蓝光 因为照理说 它应该是 完全没有荧光反应 对 如果把它摆一起的话 就更清楚 摆下来 对 然后这两个 摆得很白 非常清楚 有没有 对 它就有点蓝光反应 它没有 它没有 上面的有 上面的有 蓝光反应 对 有可能 那这个呢 再试一下 对 这个没有 因为 当然这个 我们来就比较一下 看这个 摆在一起 没有 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有点蓝蓝的 对 这个没有 这个有 对 所以换句话说 同样是 感觉上是矽胶的产品 感觉上是矽胶的产品 这个有加荧光 它荧光目的是 这个没有加荧光 对 如果在洗的时候 会觉得比较耐用 然后不会那么脏 干净 比较干净 就好像衣服 加了这荧光剂 它就比较白 不是 我们变得很难选 你看我如果要选 有颜色的 等于它有染过 不好嘛 那选白的又担心 我可以当场 在厂商那边测吗 对啊 真的吗 在那边测啊 要拿一个荧光笔 对 拿一个荧光笔 我才要买这样 没有 买那个牌子 如果有荧光反应 就跟它反应一下 如果它最好 在厂商标示 就不用自研酸 标示316 我304就OK了 标起来 对 矽胶 因为很多人 这个颜色 有的用细 不是橡胶 不是细胶 那橡胶通常都染色 比较多嘛 橡胶很便宜啊 它价格差很多啊 那橡胶混成细胶 对 它混了 那就差很多 那不耐热的嘛 那细胶 对 像这个通常来讲 细胶这个材质 都是比较坚硬一点 没有那么含气那么好 那橡胶的含气比较好 潘老师 这个真的是 所有每个人 都会用的东西 那你给大家 什么样的建议呢 因为我们用盐酸 一般感觉上 用这个方法 一般这个 佳肯主妇使用起来 也会有危险 那如果用吸铁的话 肃清说已经被破解了 怎么办呢 我是觉得尽量减少 它的这些所谓的 塑胶类的材质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你看到 像这种东西的话呢 它是完全在这里 没有任何塑胶材质 对 都没有不锈钢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呢 有些的时候呢 它是会有一些塑胶材质 所以 所以我去买的时候呢 我是非常不喜欢买这种 因为我是觉得 对我来讲没有意义 这给小朋友 对我没有意义 对 一般我喜欢买就有正午 就是说完全没有 了解 那另外我本身呢 也不太喜欢外头有任何的颜色 你也不要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 所以就是不锈钢颜色 不锈钢的颜色 对我就非常的好 当然是说有的人怕会烫手 但是其实事实上 他做的时候 他如果中间里面有隔空气 他一样不会烫手 那另外就是说 一般来讲 它的隔热效果也都还不错 虽然是会有稍微一点热 但是不至于烫 而且事实上我们在装的时候 我个人啊 我没有办法装太烫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装大概 差不多四十多度的 吃起来刚好温温的 你如果装到六七十度以上 都是烫嘴巴 尤其是我在车上 一烫一下 那不得了 所以我不太喜欢装粉上 所以四十度左右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 第一个就是在选择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这些东西 对 用这个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另外呢 就是说呢 你看这个盖子的地方 也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那其实我也不需要这个 它其实 没有 它其实原来的设计 有的人在买这个保温瓶的时候呢 很着重保温热度的能力 对 比如说他们会去测试 比如说二十四小时 温度能下降多少 但对我来讲 我不在乎这个 因为我不会用到二十四小时 我早上出门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中午那一瓶就喝完了 所以我只要能四小时控温 不会掉很多就好 不要降温太多就好了 所以它为什么控温多 原因就是密闭要多嘛 那密闭越多 它的这种所谓的软性材质 就越多 那可是如果我不需要 那个管那么多好的话 我其实事实上 这种硬材质就可以 加上它这个盖子 如果说很容易 就直接盖上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当然说这个地方 还是PP没有错啦 可是刚刚我们这个 江医师也提到过 它这一块其实也可以 是用这个细胶包 细胶的 所以我现在目前买的是 钢对钢 钢对钢 但是钢跟钢之间 没有办法密闭是错 没错 因为它会有缝隙 所以它的缝隙 必须要靠软材质接 细胶 那这个软材质接 用细胶接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去找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接缝的部分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这第一个 我叫大家选 你已经会选了 对 第二个我教大家就是说 尽量不要有coating 就尽量不要有那种 不要有加那个涂层的 虽然刚刚江医师 特别提到 他讲的也没错 就是说 一般我们加上 这个铁帆龙涂层 我们在这边是不可能烧煮 温度不会太高 但是他可能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们经常会有东西 放在里面呢 酸性材质太高 或者有发酵 举例子 我常用我知道 我豆浆放在里面 是 然后呢 我后来呢 因为事情忙 我没喝完 对 到了我晚上回家打开的时候 它发酵了 对 它里面变结块 是 酸掉了 是酸的 会酸 对 会酸掉 但酸掉的时候麻烦 它开始会在里面 有腐蚀的现象 因为它有发酵 发酵 然后呢 我们家的人呢 有的人 我不知道是谁 我现在还没抓到 就是呢 它会去用刷子去刷它 刷子刷啊 对 所以我有看过 就因为我现在是 很注意这个 我是绝对不买涂层的 但是因为以前 可能有买过涂层 是 是 看起来没坏的时候 我就还在继续用 结果它刷了以后 那个涂层开始会剥落 因为它有时候 它刷的时候太用力 它一直想把那个刷掉 对 甚至有很多其他的食材 如果你装别的食材 它发酵的时候 它那个涂层也会有沾 它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沾在上面 但是刷的那个人 太努力了 对 就刷掉 所以我看过非常多的保温屏 里面有涂层的 对 结果它是那个涂层 已经有刮痕都掉了 刮痕有 那这个就是跟那个 所谓的炒菜的时候 不是过热 而是去刮出来的 对 而且更有趣的是 如果真正的 刚刚大家所提到的 304或316的钢材 基本上我们是不怕秀的 所以因此 我不需要那个涂层 一般来讲 据我了解都是 二零几的钢材 才加涂层 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比较容易秀 那我比较容易秀 我当然要再加一个保护层 那如果我不容易秀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加保护层 本身钢已经用很好啦 我没有必要保护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是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买 我们尽量不要买涂层 我觉得这个是 没有特别这个必要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所以这样是提醒大家注意 好的 那究竟这些不锈钢的保温屏 究竟要怎么样清洁呢 是不是有别的好方法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